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講終極下策 終極下策的第2個部分 這都在我們排第3課 我們的課程第一課第二課 我講解的這個課程 跟課本裡面的第一課第二課 是沒有什麼關聯的 我是把它拆成每一次大概6分鐘左右的講解 這要記得 這是課本裡面的第二課 所有的代名詞 第一課講解 什麼是所有代名詞呢 我們先複習一下 先複習一下前面所講過的 所有的 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我們之前講過有主格 對不對 有主格 有受格 對不對 還有呢 所有格 還有所有格 所有就表示你的所有就是財產 就是我們中國話的的 你的我的他的 這個所有格 所以這邊呢是 我的你的或者是你們的 這邊呢他的 男生的他的女生的他的 他們的我們的 他們的我們的 那我現在講的是那代名詞 所有格的代名詞 What will you begin 'minda You're 那我把它換成什麼 我的的 我把它換成我的的 這邊呢 你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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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們的你 這兩個 既然呢 這是他的的 一直可以推 他得的 好 那我們來舉例子來講 舉例子來講 從這邊 Is this your car? 這個是你的車子嗎? 這輛車是你的車子嗎? 這輛車是你的車子嗎? 那你要怎麼回答 是 他是我的 是 他是我的 Yes 一個到底還要空一個 到底這邊要空一個 你知道嗎? Yes, it's mine 是的 他是我的 他是我的 這個我的呢 就變成什麼? 等於什麼? My car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my就是my car的意思 那我們就不需要再講說 It's my car 我們兩個字呢 省略起來當一個字用 所以這是 所有代名詞 代替 所有格 好不好? 所有格代名詞 是用來代替的 代替什麼? 代替所有格的 所以變成 It's mine 代替就是 這個n要特別常叫 It's mine 然後變成什麼? Yes, it's mine 如果半整的講 Yes, it's my car 好 你們看第二句的 第二句呢 看第二句的這個例題 Is that your cell phone? 那一個是你的手機嗎? No It's not mine 不 他不是我的 It's hers 這是女生的他的 女生的他的 那我們這個mine呢 就是剛剛講過的 It's not my cell phone It's not my cell phone 可以這樣寫 好 這邊is not hers 這個hers 這個hers怎麼樣 我們把這個等於什麼? 好 per cell phone 好 所以這個hers呢 就等於這兩個字 好 我們講話呢 盡量省略 好 就像穿mini型一樣 要越得越好 好 這個就是 所有代名詞 這邊